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我们不像那个奉兴会 复兴会那个非常强烈那种兴奋的那个情形 但是性质上它是教育性的 像这个学校里面你平常天天队上课不大觉得特别 但是你上过初中的就是比上过小学的强 等到你再上过高中的他又比上过初中的强 我们今天这样这么多年有这样的日间班的成年训练 我相信在潜移默化里面主在我们里面中间有相当的组成 所以一期一期这样往前我觉得是非常的宝贝 不光是服事还是学员还是小组的组长都有特别的这个学习的机会 那这学期这样过去了到九月我们另外秋季班开始 基本的点呢还是跟这个春季班差不多 总是第一我们用神的话去做基础 下一期就是读罗马书 罗马书正好有十六章 那这种教师们的带领啊 我想对这个罗马书就是对神的救恩 他有一个总括的认识 他主要是分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这个启示方面就是怎样的称义 称义在经历上就叫我们得到重生 第二个阶段 在真理上就是成圣或者圣别 在经历上就是变化 那第三个阶段呢在真理上就是建造 建造身体的事本 那经历上就是大家 通通相调建造尾意 所以这个罗马书啊是非常的重要 正好十六章下一期这样的 一周一周来往前 那我们一直盼望就是弟兄姊妹参加训练 我们一定要注意预先来预备 预读 这个预读啊非常的重要 预先有印象了 那么等到我们周四上课的时候 教师点一点翘 那个歌目啊再把它给我们看一下 我们就非常的清楚了 所以这一堂下一期就是罗马书 那么第二堂呢 原来这一期就是牧羊主的羊 我们也很感觉主带领我们 不光有这样的真理的认识 也有实际的操练 在那里做牧羊 家中的聚会 那么下一期我们又来读这个活力牌了 性质也是一样的 但是活力牌我们一直 我们了解这是李长寿弟兄 没有了一个最大的负担 就盼望能够做成功了以后 做成功了以后 那个时候那个就是新的复兴的来到 一个新的复兴是有始未有的新的复兴 必有始未我们对这个我们还是盼望 主在这里特别的施恩 那么最主要这一节呢 是我们陈庆明弟兄在这里带领我们 我们先要每一堂先要有小组轮流 在那里一个小组一周讲一篇 然后这个陈庆明弟兄给我们加强 然后分组来一直一直来看 这一个经历上我们来怎么往前 那这个第三个题目啊 就是初心造就 就初心造就 下一期已经到了下策了 我们总是每一期有14个题目 那么刚刚弟兄姊妹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 也都见证过这一个初心造就 给我们的供应 而这个由属灵的原则给我们的开启 更有实际的实行告诉我们 我们在造会生活里 我们家庭生活 在各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所以李托森利兄他刚开始就告诉我们 盼望啊这个在教会里每年就是讲一遍 每年讲52周讲一遍 那么这样人一直进来 进来了受这个教育 然后完了以后就跟上去 不然的话光是看这个意象光看个奥秘啊 而那个就比较抽象一点 所以这个初心造就也是非常的宝贝 那九月下一期就是我们主要 这三个点 我们盼望在这三个点上 弟兄姊妹尽量我们就是尽早啊 就报名 甚至是交费 因为我们要买这个 玻璃牌这个书 那如果你没有交这个钱 光是报名或者不报名 我们就不知道该买多少本 那么到时候开了学了第一周就浪费掉了 没有办法好好地做 并且也许他的这个邮寄的这个关系啊 不能够第二周都不能够来了 那就影响到我们的进度 所以尽量弟兄姊妹鼓励啊 自己要报名 也鼓励别的弟兄姊妹报名 不光自己已经参加的 还有以前没有参加的 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我还是说有参加没有参加是很不一样 那么同样的参加 有的是第一名 有的末了一名 又是不一样 那求主施恩给我们 我就到交通了这里啊 我只愿深爱你 比如说我 跟你说相当空鬆